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去大自然,除了鞋,在草地行走下,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其实现在市面上,已经是有一些接地器的产品 在我们的健康店,已经有很多的客人买了回家,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器的治疗 接地器的产品可以在我们陆创意的健康店,可以买到的了 联络电话是28824848 欢迎收听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我是Della 今天会继续和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 和最新的发现,让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Hello,尹医生,你好 Della好,大家好 最近有时会听到一些朋友说,他出现了一些土舍的问题 但是又不同,普通一般说,我们可能吃错了一些食物 只不过可能是他那个,就是不同一般的利疾 但是,原来就是发现了他们是属于一种叫做亚米巴利疾的一个情形 相信你在临床上都有这个经验 可不可以和我们的听众解释一下两者的分别和形成是怎样的呢? 其实,亚米巴利疾通常就是因为亚米巴虫的感染 很多时候,我们小时候都读过生物学 第一个生物,通常是读过那个变形虫,Ameba 对,亚米巴虫的很多时候,那些人去一些发展中国家旅行 可能就喝到一些污脏的水,有些亚米巴的蛋在那里 或者食物里面污染,就有些污染的糞便 所以很多时候,通常出现一些地方,那个公共卫生比较差的地方 主要症状呢,就是那个肚子是绞痛 接着呢,就有大量的水汪汪的糞便和气 那也有些时候,有些时候都会含有黏的黏液的黏膜的和血 那这种的病人,很多时候都是有传染性的 好了,亚米巴也有些时候,会引致我们肝肥大 或者胀大,或者痛 亚米巴也有些时候,虽然不是常有的 就是那个肝肝出现那些浓腫 那些瘡,那些浓腫 那就是因为亚米巴的感染的 那通常呢,我们的诊断都要靠那个实验室 做那个糞便的化验 看看有没有这个亚米巴的蛋啊 那样的,所以我们都要这样 才可以比较准确一点的 那通常就是,通常医生会看,你有没有去过某些地方 那些卫生设施比较差的落后国家呢 那样的症状比较强的 那当然了,这个亚米巴的感染病呢 有时候呢,可以和我们其他的,譬如 那个溃洋性的结肠炎啊,那个抢击的症状啊 或者其他的,寄生虫感染都都有可能的 那所以都要分辨一下 那当然了,严重的问题会出现,脱水啦,那个失血啦 那甚至乎呢,死亡都都都都都都都出现 好了,望闻闻撤,看看,看看 看那些那个颜色啊,那个质感啊,还有那个气味啦 那看看那个病人的眼睛有没有沉了下去啦 即是有没有脱水啦,是吧 那看看那个舌头是不是很干,还有爆裂啦 那当然呢,最最重要呢,都是用那些糞便去做化验 要你真是想知道的,是不是因为这个的关系啦 好了,那就听一下病人说的喔 那如果病人有时,因为你不是看着那些糞便的嘛 你未必知道,但病人有时可以聚熟给你听 他那个糞便的,那他会看到呢 那他的糞便呢,好像啫喱那样的 那这个疗剂呢,就是什么呢? 那这个疗剂呢,就是新了,新了这个疗剂了 那还有呢,如果他说呢,我真是闷得我呢 又吐又作梦又吐,我真的想吐,很作梦呢 那这个疗剂就是肚根Aplicate 好了,那还有呢,他说呢,我的大便呢 那这个疗剂是一定爆出来的,爆到整个厕所呢 都都污糟了,那就有三种疗剂 有这个这样的症状啦 第一种呢,就是那个竹叶草 Protophyllum,竹叶草 另外一种巴豆,Crodum tigrium 巴豆,另外一种就是藤黄 Gambogea,藤黄 那这三种呢,都有这些糞便呢,爆炸出来的 好了,那又问了喔 那看看那个,什么时候开始呢 那个肚射呢,还有就是持续多久呢 那那个糞便大概怎么样呢,又问他看一下 那问他有没有痛啊,有没有搞痛的感觉啊 还有没有气啊,那好了 有些什么可以令你那个肚射好一点呢 舒服一点呢,或者可能令他更加差呢 那看看什么时间,那天里面什么时间容易出现的 还有呢,还有没有其他伴症啦 除了你现在的肚射啦,有没有其他有关的伴症啦 那就留意他那个精神情绪啦,有没有改变啦 看看他睡眠的情况怎么样 好了,简单的指引 这些病人呢,有没有操场的病人呢 如果你发觉呢,那个病人呢,是非常之紧张 不安啊,吐射呢 那你就想,新,新的阿斯利克林奥 嗯,很紧张,很不安 很紧张,很不安 这个疗剂都是鲜和Protophyllum 畜叶草Protophyllum 如果那个糞便是爆炸式的 有三种疗剂 就是巴豆、Crotontigrium 巴豆、腾黄、Gambogea 和Protophyllum 畜叶草Protophyllum 如果发现那个恶心 即是嘔吐和恶很强 那你第一就想想那个吐筋 嘔吐的吐筋 另外就是Synicum Albon 那个生矮那种 那如果你听到 那个肚子咕噜咕噜咕噜 很大声的声音 都是这三种疗剂 就是竹叶草Protophyllum 巴豆、Crotontigrium 和那个藤王 Gambogea 这三种疗剂噜咕噜咕噜 很大声的 好了 如果你发现 它的大量的肚射 加上臭痛 跟着还有就是出汗 还有个人不断发冷症 这个症状呢 就是白黎露 Varachium Album 跟着是Syn Synic Album 都有这种情况 通常呢 遇到这种情况 就用30C 一般都可以的了 每两个小时 看看有没有改善 如果那个肚射 都是很严重很严重呢 你可以每个小时都可以给的 通常呢 用三剂之下呢 如果是没有改善呢 就可以转疗剂 就是有时候都有几种疗剂 可以试的 好了 一般来说呢 这些问题呢 几个小时或者几日 都应该会改善的了 OK 如果没有找到疗剂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用些什么 自然的方法 可以做一个舒缓的呢 就是同时啦 就是不用一定 就算找到疗剂也好 除非你煮了些什么都好了 是的 当然简单呢 就是补水啦 是不是 喝多一点 就是那个电解水啦 那外面都很多的 不同的牌子的电解水 那 那当然呢 清水都可以的 就这样清水呀 那个蔬菜汤呀 或者稀色一些的果汁 那吃东西呢 当然是比较清淡一些 喝菜汤呀 或者是吃一些 那些全蜜的汤士 那那个 brown rice 那个 草米 草米 香蕉啊 和那个苹果肉 OK 这些都是简单一点的 容易消化的 好了 那还有呢 就可以用热敷 就是用热敷 用热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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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个抽筋的部位 那其他呢 营养素 如果你有 可以用钙 1000mg 尾500mg 来帮助那个抽筋的 那也有些人呢 吃那些纤维粉 那些纤维粉 如果有都可以用 但是 记住呢 吃这些纤维粉呢 就要 那个 水要喝多一点 大量大量的水 就是其实在那个情况之下 不要给身体缺水 最主要是 没错 补充水分 是 好了 那范阿元医生呢 呢 帮我们刚才介绍的那些 几个疗剂呢 再仔细一点呢 他们那个 怎样可以应用到 在这个 阿米巴利疾的情况之下呢 好了 那 陈英 就是 逐一逐一 都给大家 自己可以自己 大家去记录它 写下 每一只的症状 好了 第一只呢 就是那个 盐灰 那 盐灰的症状 很有趣的 盐灰的那种人呢 就 常常觉得 那个 可能那个肝门 就好像是 控制不到的 随时呢 即是他不是 当时的脱筋 都好像觉得 那个是忍不住 会漏一些糞便出来的 那当然呢 也有时候 会痔瘡的流血 那 那个痔瘡会凸出来的 爆了 好像一个 好像一个提子 走出来的 那些痔瘡会凸 通常是一块块 有蛇蚁状 很多痔 血 水 那 还有呢 就 那些痔瘡会凸 那时候呢 就是 有时候 就是 就是 放屁 就是不小心 一放屁 那些痔瘡会凸 很多时候呢 你会发现是不受控制 那些痔瘡会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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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痔瘡 那些痔瘡截 那些痔瘡 那些痔瘡As 还有呢 肚子或者肝门那儿有疮惧的痔瘡 那些痔瘡 那些痔瘡 那通常呢 那些痔瘡 也很累,好像没有力气,很怕冻 还有这个症状是五间特别差的 1点到2点是凌晨,它会口渴,但它很有趣的 新型的人的饮水是稀疼稀疼的,像暖水的 好了,接着就是巴豆,Croton Tea 巴豆那种土舍就像水喉一样,好像够水喉的水 一会冲出来的,有时候有些皮肤有些疹,有些水泡的问题 这种情况,很多时候一喝了,一吃了,就好像水柱爆出来 所以这个要记住,是爆炸性的,好像水渠下 消防喉里面爆炸,很强很强的 还有吃少许东西,喝少许东西都不行的 记住,这是爆炸出来的,OK? 还有很多声音,肚腸里咕噜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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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噜 这是咕噜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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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噜 这些其实都是有相处,巴豆都是这样的 好了,接着就是兔根 兔根最主要是有作呕、作门 作门加上呕,尤其是作门 或者是呕得很严重,作门都很厉害 呕极都是一种想作呕的感觉 味道就是一种很坠很重的感觉 尤其是一闻到食物就更加不舒服 好了,接着就是竹叶草,Protophyllum 也叫Made Apple 这个可以这么说是旅行的人士常用的 通常我都觉得如果要带这么多疗剂 起码是带着这一只 这个最有机会用到,就是旅行的时候用得到的 都是很多咯咯声,声音会很吵 有些有搞痛 OK,接着很累 通常那些糞便都是很密 来得很密,亮大和很水汪汪 也都是噴出来的时候,连起来的气 很容易噴出来的,非常之臭 容易在早上四点到五点的时间 或者热的天气是特别容易出现的 好了,最后就是白黎露 就是白黎露 当然也是很严重的嘔吐和咯 但最重要是有一种寒冷冰冷的感觉 还有飙冷寒 这个是白黎露 こう是其要重要的关键的症状 通常任何问题都会有一种冰冻 飙冷汗 脑袋当然还是很活跃的 分辨都是多 痛 水汪汪 射出来都是很有力 很大力地射出来 跟着人很累 还有记住 标难寒 有时人崩溃到整个人的面都青 蓝 当然怕冷 怕冷水 有时在旌旗的时间都会差 还有水果会差 这种白泥露通常他喜欢吃一些多汁的水果 柠檬 冰 冰 他喜欢的 但记住他自己是一个很独特的症状 就是标难寒冷得很厉害 这几个是一个主要的疗剂 如果大家起码带那个Protophyllum Made Apple 那个竹叶草 这个差不多是首选 OK 多谢袁先生和我们分享了 如果大家出外旅行的时候 现在是想玩得开心心 但有时这些都很难遇到 但如果今天听了这一集之后 听袁先生说 如果去旅行的时候 那个竹叶草 Protophyllum 一定带着在身上 真的遇到这个情况 亚米巴利疾的情况 都可以立刻做出处理 不用令到 因为刚才说过 一些症状如果处理得不好的时候 甚至令到肝有些脓 这些情形 或者是有些结肠炎 再去处理就更加麻烦 所以大家常避一些疗剂 在家中出外旅行的时候 一定要必定带着一些的疗剂 当然啦 在香港地来说 现在我们的食水 各样东西 各样的围生环境都很好的 出现到这种的情况 就比较少 不过去到旅行的时候 你去到当地的时候 再要找的医护人员 更加麻烦了 所以一定要随身 早点学定它 它就可以患得更加开心 令到你们真的有一个健康快乐的人生 好 多谢袁先生今天和我们分享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的电话 和袁医生预约做一个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如果想查询有关健康产品和疗剂的 可以联络我们六创意健康店 电话号码是28824848 而在海外的听众 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到cs.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寻自然疗法语力 就可以听我们的节目 今天谢谢大家 拜拜 多谢大家收看 拜拜 拜拜